新報告嘛 因為這個案子 我記得四月 四月多就借了 全新分配蓋身資料給各位定居 我如果印象都沒有記錯的話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過的消停 就是差不多是1.53 那其實剛才 這個現在有在提到就是說 有關那個地下室 為什麼挖到四層 其實地下室應該是這樣講 檢驗盛事的部分 其實跟 檢驗盛事到底會占到多少面積 跟你那個暫體到暫體到底是 會在地下室幾層有關係 然後連接的位置 裡面擺的檢驗設施 怎麼連通這會有關係 那其實這個案子 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說 大家也知道說 它是涉建主法規 裡面要檢討機車位 一定要法定機車位 所以我們一般在擺的時候 一定是地下一層 一定是要擺機車位 再來二三四層 我們一直在講 空調捷運的設施 你還要有一些機電設備的空間要擺 再來 好我們一直在講 挖到地下四層 地下四層之後 就是等於是B2B3B4 要去擺你的法定的汽車位 那沒有錯 有些一些民間的做法 是也有可能也可以做機械式的停車位 可是我必須要跟相親報告的是 機械式停車位有它的優點 也有它的缺點 所以這個東西是要一併跟相親報告的 這個東西後續的去設計 其實如果大家真的一定要達到一個車位 其實方法很多啦 只是怎麼來設計啦 這個東西就是說 這個還可以在後面去做實際設計的時候來考量 那我剛才有在提到就是說 捷運獎勵在增加的部分嘛 那這個我們一直講過 捷運獎勵可不可以提高 這個要跟實際設計有關 如果是在一樓的捷運獎勵 捷運的面積增加 可能就會有點就像我說的 會去占到見閉率 那會不會影響到店鋪 我們必須要求一個最大化 就是說最好的一個設計 也不想影響到地主的店鋪 那能夠把捷運獎勵衝高 那原則上我們會要靠設計上的一些方式 去試試看能夠把它衝高 當然盡量是往那個方向去走 然後體格遵守SOP 這個是無庸自已啦 那大家也有相親報告告說 說跟誰開 這個我們這個案子 不會是第一個前面我們已經有中山站的 捷一捷二大橋頭東 這個部分每六個月跟地主開一次說明會 該應該是我台北市政府建議工程局 就是台北市政府建議工程局一定會參加 然後建商跟邀請所有有參與開發的地主 一定都會一起來參加這個說就是這個我們每六個月參加的一個說明會 那即便是施工的時程 還有這個 依我們現在新的這個就是說我們現在行程是這樣做的 就是該要把它放在網站上面的整個案子的辦理行程 網站上面應該都要看得到 大橋頭東目前為止 我們也是這樣要求 建上要這樣做的 所以地主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網上看 這個部分都是很公開透明 那原則上我就補充到這邊 謝謝 其實我也了解各位地主 就像我們常常這樣開玩笑說 如果今天案子過了 最好希望明天就減彩 所以這當然也是 可是很多都是有他的一些行政的程序 像土地徵收條例 或者是說我們協議架構的辦法 就有他規定的行政程序 如果我們不照行政程序來走的話 以後我們其實對地主來講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當大家都會想說 最好明天就告訴我 我前後動到底價值多少 我就可以知道 可是剛剛這位先生又講說 要循的那個什麼比例分配 又讓我又縮回來了 到底是要怎樣 所以其實 這個我們總共有120幾戶的這個屁數 其實130 所以要整整個大家的意見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雖然我剛剛講說半年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負責的基地不是只有信義東野 我還有萬大縣 還有黃壯縣 如果每個人都說三個月開一次 我幾乎晚上就在說明會度過就好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說 趕快按照我們行政程序 剛剛這位黃營長 那個估價是不是我們趕快做 我們那個財務顧問 是不是趕快去聘請 我們該這個用地取得相關的前置作業 我們就趕快進行 所以其實就我來講話 就半年內我們能夠做出一些效果來 成果來 來跟各位地主報告 大家才有興趣繼續聽下去 就是沒有興趣聽下去 可能就變成以後只有十個人來開會 因為都是老生長堂 我們希望說每次都有新的成果 來跟各位地主來報告 我們一定會往前繼續走 這個列車 其實內政部已經通過了 就是會繼續開下去 如果今天我們整合好 我們甚至我們的大樓可以先蓋好 捷運的這個車站也許都還沒蓋好之後 之前我們就已經分好房子了 其實這就是要靠大家 共同來信任 共同來督促我們捷運局 來做後續的作業 是不是我們再開發三個地主的意見 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 因為這其實只是一個開始 它不是一個終點 好不好 大家好 我希望就是說我們就是